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与13万独立女性一起做更好的自己 今天给您分享的文章题目叫做 老公在外有人了 装得再好 睡觉时这五个表现就露出马脚 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床上和你保持距离 当一个男人心里有了别的女人 睡觉的时候便会刻意与你保持距离 你对他而言早已没有了当初的新鲜感和吸引力 即使和你睡同一张床 也总是背对着你 和你距离很远 不再主动亲亲你 抱抱你 没有了往日的热情和主动 有时候 你主动靠近他 他反而很不耐烦 总是找借口太累了 让你一个人快点睡 即使平时他装得再好 但身体却很诚实 肢体语言会告诉你很多真相 男人爱你的时候 睡前总是忍不住 想和你说话聊天 分享很多趣事 但是当一个男人心思不在你身上了 便开始变得没有耐心 不再像过去那样 睡前和你聊聊最近的开心与不开心 反而开始对你百般挑剔 嫌弃你人老珠黄 不懂得保养 睡衣也穿得过时 总之是各种不如他的心意 他不再像过去那样懂得感恩 会体贴照顾人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两个人变得没有共同语言 你主动挑起话题 他却不理不睬 不想和你多说一句 不睡觉总是玩手机 当男人在外面有神了 在家陪老婆的时间会变少 节省下来的时间都用来和其他女人 在手机上聊天暧昧 甚至每天晚上凌晨两三点都不睡觉 一直乐此不疲地玩手机聊微信 在家的时候 总是带着手机去卫生间 次数越来越多 时间也越来越长 根本不会考虑家人的感受 平时特别小心保护自己的手机 去哪都要带着 还总是频繁更换手机密码 像防贼一样防着你 一旦手机响起 他会突然变得紧张 偷偷摸摸地跑到其他房间去接 很多男人都比较粗之大业 他们都把重心在家庭事业上 很少有时间和心思打扮自己 所以 当一个男人平时不修蝙蝠 却突然开始注重自己的皮肤 研究起穿衣打扮化妆品 还给自己置办了很多和往常 不同风格的新衣服 那他很有可能动了坏心思 以往洗澡十几分钟就能解决的事情 现在半个小时都没完事 每次洗澡和出门的时候 都要照很多遍镜子 特别注意自己的形象 有时候帮他清洗衣物 总是能发现他的一些衣物不见了 每次询问 他总是躲躲闪闪推托过去 找借口提出分房睡 当一个男人对你厌倦了 总是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搪塞 在家总是借口工作太忙要加班 作息时间也不同 提出和你分房睡 有时候经常锁上房门叫你不要打扰 突然喜欢上了发呆独处 有时候你和他说话 他总是心不在焉 心里不知道在想着谁 以前他的记性很好 总是能在生日纪念日的时候 给你准备很多惊喜 如今就完全不记得 还真怪你不懂得好好过日子 总是喜欢一些形式主义 让你心寒 想起花样年华中的一句经典台词 我从来没有想到 原来婚姻是这么复杂 还以为一个人做得好就行了 可是两个人在一起 但是自己做得好是不够的 婚姻生活中 当一个人没有坚守住原则和底线 这段婚姻就很难坚持下去 仔细观察 当身边的男人睡觉的时候 有这五种表现 一定要特别注意 对于变了新的男人 你的真心并换不来他的悔心 一次次委屈求全 可能会让他更变本加厉 要知道婚姻并不是人生的全部 有时候洒脱放手 或许会有更好的未来 本期文章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守候 如果觉得文章不错的话 请给阿豪点个赞吧 也欢迎关注阿豪在脸书的主页 期待与您在脸书相遇 每篇播放列表 可以听到阿豪的声音 有更多想要阿豪讨论 想解的情感问题 欢迎在评论留言告诉我们 不知不觉陪伴大家快两年了 很多朋友在每篇的陪伴下 成为了越来越优秀的人 还有很多新来的朋友 欢迎你们的到来 如果你觉得现在走的道路 很艰难很难走 那你一定是在走上坡路 每篇每天为您推送新文章 希望您每天都有新感悟 在这里你永远不会孤单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